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从来不知是梦是醒的双鱼 爱你的时候会比平时温柔更多 底贴更是不在话下 这时候的敏感就成了他们爱你的习惯 因为害怕拒绝 害怕分开 害怕美好的甜蜜之梦突然就被现实给惊醒了 所以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紧张兮兮 所以会很小心地注意你的一言一行 一颗心围着你打转转 你可千万不要嫌他们逆人 因为鱼翁离不开水 而那个水就是你 那么谁会爱上双鱼座 双鱼座又会和哪些星座坠入爱河呢 第一 双子座和双鱼座拥有绝佳默契 彼此相互吸引 古灵精怪的双子座和天真烂漫的双鱼座 有着属于他们之间的默契 两人在一起永远不会冷场 表面文净化少的双鱼座和双子座在一起时 很容易被调动起内心开朗的一面 两人的恋爱就如青梅竹马那般充满青春活力 两个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在一起整天无忧无虑 像不会落山的小太阳 温暖有活力 双子座有趣的灵魂也是吸引双鱼座重要的一点 双子座灵敏激进 出门在外给了木讷害羞的双鱼座有力的依靠 如果两人接了混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配合默契 爱情也会十分甜蜜 第二 天蝎座是鱼儿的灵魂伴侣 与双鱼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天蝎座的控制 与双鱼座的年人可谓是天生一对了 有的人受不了天蝎座的占犹豫 但双鱼座可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眼里这是在乎的表现 另外在性格方面 一个刚一个柔也是非常的契合 在生活中很容易成为老好人的双鱼座 很难对那些有求于自己的人说不 这也常常让他们感觉到困扰 天蝎座果断决绝 敢爱敢汉的性格 让他能为双鱼座完美避免和解决这个问题 都说两人在一起舒服很重要 双鱼座和天蝎座相处舒服 是深入到灵魂层面的 双鱼座一生之中的最爱 灵魂上的伴侣 非天蝎座莫属 第三 金牛座性格踏实稳重 能带给双鱼座充足的安全感 双鱼座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 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感情上 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大风大浪 轰轰烈烈 而是稳稳的 有依靠感真实感的幸福 有人说金牛座木的乏味固执 但正是这份踏实稳重 最能给予双鱼座安全感 金牛座可能不是最适合谈恋爱的 但却是最适合结婚的 对于没有金钱概念 花钱大手大脚的双鱼座 金牛座的金打戏算 可以帮他们很好的理财 生活上的马虎混乱 也能被打理得有条不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